今天要找安琪 來跟我們分享 妳要捐的是哪一樣東西 試著拿上來 讓我們看一下 其實有點分散 那可能跟湘瑀也是 還有就是一個湯蓁也是 我記得她名字 咱們同樣公司 其實就是有很多的衣服 就是還有厚的衣物啊 那我想說 可能有些是我們真的是多的 可是對於需要的人 可能就是是他們的需要上面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對我來講是很有意義 所以我很願意 只要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妳要不要講一下這件衣服 我覺得這件衣服好可愛 是 我演那個 其實只有穿一兩次 然後就放在衣櫥裡面一直躺著 就是演那種office lady的時候 那種比較辦公室的裝扮 那這都是基本款 然後相信可能一些上班族 都會用得到 是 確實 這件也很浪漫欸 這個是有裙子跟一個上衣來搭的對不對 這一個其實是blue girl 它是一個名牌 哦 blue girl 就是我也從來沒穿過 就是可能那時候角色的需要 然後就為了買而買 可是從來一次都沒穿 因為我平常是比較不會穿著重的 搭開就知道 就搭 哈哈哈哈 那另外這件是我的夜市人生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希望說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 就是主要casual衣服的人 他們也可以穿得到這樣子 是 所以有些是在 你們在那個影集裡面看過的服裝嗎 嗯 對 這個是在夜市人生 對 那一件也是 哦 真的喔這件 其實都是這樣呼一聲 然後一個鏡頭就過 那可能是不能的穿第二次 除非你在加個外套或什麼的 那有時候真的覺得 真的就是像立心基金會 你們的這樣一個很好環保的概念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大家把它就是繼續傳遞下去的 等一下我都很想買 可是你們的生產 哈哈哈哈 不要擔心這個 不會是很大眾化的 你看這件多可愛這件 再見 我也從來沒有穿過 真的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手那麼的癢就給他買下去 又是可能是那一檔 戲是剛好都是演OperA 這件很好看 那執行長就麻煩你了 哈哈哈哈 就交給你了 不過還是附帶條件 要照片跟簽名 我們現在當場拍好了 哈哈哈哈 好 沒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安晴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